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想跟大家做一個粉底Cushion的Review 主角是這款 其實只有外殼是新年的時候做一個限量版 裡面的心不是新產品 而是Dior Forever的Perfect Cushion 我現在面上的底妝是用距離化的 我們現在先去化妝的部分 讓大家看看它上臉的效果 比較近鏡大家看看 它是軟的 是積布的質地 其實也蠻容易弄髒的 我這裡已經弄髒了 我試過用在妝油 都不可以洗得很乾淨 打開裡面有一個Cushion Pop 然後再打開它 你會看到Cushion上面也有一個額文寫著Dior 近鏡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也是膚色不均勻 今天有一點敏感 看到紅了 另外這一邊有一個印 一會兒可以用來測試遮瑕力 我用的色號是3N 其實對我來說 竟然是太深色 如果用2N太白 用3N又太深 因為我用過Dior Best Stage的話 其實我是用2.5N的 但Cushion沒有出過 壓一下 我們拍到臉上 你會看到顏色是非常自然的 好像我本身的顏色 明顯是沒有光澤感 我現在這半邊的臉已經上了一層 其實不是太大差別 甚至你會覺得顏色是比起我原本的膚色 是暗沉了一點 所以如果你不是一個非常健康的膚色 我想3N也真的太深色了 拉近給大家看 它的修飾能力不是特別高 你看到它是可以蓋到少少紅紅敏感的狀況 但未至於可以完全令到整個臉的膚色均勻 現在我就上了這一邊臉 它是明顯有Dior那種化妝品香味 也挺濃烈的 好 我現在整個臉就用這個Cushion上了一層 你會看到其實臉是沒有那種提亮了 精神了的感覺 一層鏡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的斑都依然在這裡 也挺清楚的 我再試一下拍一層 它也還在 但以一個Cushion來說 它剛剛上不算黏頭髮 你看到大部分的頭髮都可以套出來 但我不知道鏡頭前面能不能展示 我真人去看的時候 臉是有少少偏紅的 比起我的頸 所以 反而令到臉的樣子好像黑了暗了 我不知道其他顏色有沒有相同的問題 會偏紅了 但以這個3N的顏色來說 我就覺得有這個問題存在了 我現在就去化完整個妝 然後回來再跟大家說一下我對它的感受 好 我現在就化完妝回來 除了眼底有落少許碎粉之外 臉其他地方都沒有落碎粉 你看到臉的光澤感 全部都是LISI Highlighter 不關粉底層的 你看到這些位置 膝位或者額頭這些位置 都一樣是沒有光澤感的 這個Dior Forever Perfect Cushion 裡面是有SPF 35 PA 3個家的 價錢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510元就沒有補充的了 只有一個心和一個殼 性價比來說它不算特別高 妝效方面你會看到它是霧面的 完全沒有光澤可言 是一個非常雅致的妝感 遮瑕度方面其實它也挺低 而且我不覺得它是美麗的 因為我無論化了多少層 它都遮不了我想遮瑕的瑕疵 所以如果你的臉是比較多不同的瑕疵 要遮瑕的話 它未必是一個好好的選擇 你會看到毛孔位 它沒有修飾過我任何毛孔 罩眼看下去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它不是一個保濕型的粉底 其實一上去都感覺到它沒有滋潤感 所以如果你的皮膚真的很乾 已經去到一個慢慢緊 甚至乎有脫皮的狀況 這個粉底一定不是你的選擇 但如果皮膚尚算平 或是比較乾一點 做好一個打底措施 其實都可以用到的 而持久度方面 我覺得這個粉底是非常不錯的 基本上它全日都是這樣 我有看過其他的評論 就說這個粉底很容易脫皮 但在我自己的皮膚上 就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我想如果你偏油性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機會溶妝 但如果我這樣全日都不出油 其實它就沒有特別脫妝或溶妝的情況 都可以保持這個妝效 但就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它上了臉的時候 就不覺得特別有焗促或不舒服的感覺 它是很輕身的 但我已經試過很多次了 你只要很長時間 可能8個小時 10個小時 上了這個粉底的話 我翌日是會讓它焗得出粒粒的 我不敢肯定究竟是因為焗得出粒粒 還是化妝粉的香味 令我敏感而出粒粒的 但那些粒粒沒有痕或痛 沒有任何的感覺 純粹是它出現 再過幾天消失的 所以這件事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以及考慮因素之一 如果你想入手的話 以上就是我對這個用後感 太多人問了 所以我就拍了今天這條影片 跟大家一個人一講我對它的感受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評價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影片 即是六屆就三點和星期日就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